去年这起百万别人带了名车坠入钓鱼区 惊醒的画面让人印象深刻 车辆冲进后驾驶逃出站在车顶差点没命 原本以为是单纯的开车意外 扭乡的一插居然又是一起诈领保险警案 站在右侧的就是整体案件的主线网姓男子 他被警察抓到时还一度想装傻谢泽 但证据一一都指向他 宣查还有其他车辆专案小组 缩个仔细让主线赖不掉 警方发现49岁的王姓男子有诈欺前科 之前就曾找来街友缺险花用的人当人头 帮忙贷款或投资博弈网站 再将资料转卖给诈欺集团从中获利 不过这伙人竟然又把歪脑筋动到了诈领保险金 主线和同伙负责到处收购二手劣职的名车 锁定对象后做假买卖合约 再由车主去投保高额全险 之后制造意外 像是冲进钓鱼池内光是这一件就诈领了一百五十万元 买类似的双V二手车 以尾照买卖合约 报高价后投高额的一个全险 那生效后再制造全尾的车后 借此诈还 警方查扣相关证物赃款九百万元 逮捕王姓主线等二十一人 以诈欺洗钱罪等移送 但就怕诈领保险金的不止这些 还得要分析集团操作模式 金流交易已依旧出违法行为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